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事不过赛夫丁就坚持罗马规约是不会影响国家元首的豁免权 政府是在3月5日的时候宣布说已经签署了罗马规约 而这份规约的全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就是Roman Statute 从2002年7月开始生效至今 那么到目前为止 这个合约的缔约国已经超过110个了 那么规约的主要功能是对泛有这种灭绝 种族罪 然后危害人类罪 战争罪 以及侵略罪的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 所以它是一份维护国际人权 然后呢 惩罚犯下危害人类罪 以及这些其他相关罪行的这些人士 那么这是一套以文明方式来解决非文明罪行的一个制度 那么这项条约归约呢 他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刑事法院就是ICC的职能管辖权 以及它的组织架构 外长呢就有表示政府呢是深信马来西亚的统治者 还有领袖呢是绝对不会犯下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四项罪行 那其实刚刚蓝主编有提到了就是种族灭罪 危害人类罪 那战争罪还有侵略罪的 那政府就相信呢 其实像是提到的一些国家元首啊 或者是任何的马来统治者 比如说首相或其他的领袖 是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罪行 那么其实我觉得说大马签署 这个罗马归约不应该成为一个课题 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是一个追求和平的国家 绝对不是一个好战的国家 那么也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点火的国家 大马不曾参与战争 同时也无意挑起任何的这个战争 不管是以前的国阵还是目前的这个西蒙 虽然说一些政治人物经常会玩弄一些种族啊 或者宗教的课题 但是我始终相信说 理性的大马政治人物的DNA里面呢 是没有发动战争或者侵略 或者是种族灭绝的这个因素存在 那么因此呢 我们的政坛也容不下这一些的这些政治人物 比如说一些极端或者是武装主义的人 那么他们是无法在马来西亚的政坛 取得他们的这个立足点的 他们或许可以在其他的这个圈子 找到他们的这个同温层 但是中庸的这个大马人 绝对会拒绝这一些有侵略行为 或者是有武装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 不过呢乌统边加兰国会议员呢 阿沙利那是不满了外长的答案的 他就继续质问 假设真的有大马领袖呢 触犯了其中一项的国际罪行 那后果是什么 外长就说 当然就是不希望呢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过呢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呢 就会以大马的司法制度来处理 唯有马来西亚呢 拒绝或无法处理有关课题的时候呢 国际刑事法院才会介入 罗马规的课题呢 已经被一些政党籍政治人物 过度的炒作成为另外一个 马来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 因为它涉及到马来民族的保护伞 就是王室 而他们认为说 王室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更何况说 你现在要把这些 可能会犯罪的这些苏丹 或者统治者们控上国际法院 那么对他们来讲说 心灵上受到的打击是非常的大 那么再加上这个 这个柔佛苏丹之前 在他的这个华丹的时候 也有提到说 政府签署这个罗马规约是违反宪法的 那么这一些的这个言论呢 在马来社会里面 激起了很大的一个讨论 那么如果苏丹真的被控上 国际刑事法庭的话 那还得了啊 国家元首会否被追究法律的 这个责任呢 民众包括马来社会 其实对这个个体 对这个罗马规约的掌握 其实并不多 那卫长就有指出呢 国家元首呢 是根据首相的劝告刑事 他说确实 联邦宪法呢 第41条款就有诊明 国家元首呢 是军队的最高统帅 但是呢 必须与第40条款同读 也就是说元首呢 只是根据首相的劝告形式 那么签署 罗马规约是否需要元首预准呢 塞福丁呢 就含糊其词 就表示说 这个课题呢 是不存在的 好 那么西蒙政府 曾经在这个课题上 两度觐见国家元首 而元首也指示政府说 必须要向人民解释这个课题 而且呢 外交部也已经在3月10号的时候 发文告解释这个课题了 那么同时 塞福丁就是外交部长 也趁机踩国阵击脚 所以国阵你执政的时候 你也曾经绕过国会 签署了超过100项的 这个国际条规 那么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说 国阵在这个时候呢 无需在这个 罗马规约课题上呢 一直紧咬着西门不放 因为还有很多 涉及全民的课题 需要你的时间跟精神去关注 比如说经济课题 还有名声课题 这些课题呢 更能够引起 马来西亚人民的共鸣 那下一段回来主编点新闻呢 我们就换个焦点好了 一起来关注的 就是关于工赏会主席 现在还有很多人 有话说 其中一个呢 就是安美佳 关于公赏会主席 这件事情呢 其实到了现在 纷纷扰扰 大家都有话要说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我们就看到呢 首相敦马就表明说呢 将会另寻适合的人选呢 取代工赏会的主席 罗纳见底 那前进选盟的主席 安美佳呢 是依然表示不满的 他觉得呢 现在应该马上换人 安美佳就表示呢 撤换工赏会主席的 这件事情呢 是不能妥协的 而且必须立即执行 西蒙在这个 工赏会主席课题上呢 一直在丢分付上形象受损 以及竞选宣言 跳票的代价 这值得吗 其实是不值得的 因为西蒙没有太多形象 或者是 这些分数 可以继续耗下去了 因为西蒙执政还不到一年 今年五月才一年 况且在这个工赏会主席职上呢 也不是什么 这个职位 坦白讲也不是什么 特别的香 或者是特别威力 特别大 权力特别大 我还是不明白 为何当初 敦马坚持要让 从巫统跳过来的 这一个 罗纳坚地 来继续担任 这个工赏会主席 那么换掉 罗纳坚地的话 一定的难度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太大的 这个难度 除非是 罗纳坚地 跟敦马 之前在跳槽的时候 有一些政治上的 这些协议 政治上的交易 这就另当别论 如果没有这些 政治协议的话 没有交易存在的话 早早把它换掉 就不会有这么多课题了 那安美加呢 就认为啊 即使罗纳坚地 没有担任主席的话 其实工赏会 也能够继续调查 现有的案件 他就强调说 罗纳坚地呢 是可以留在工赏会 继续参与调查 但是不是以主席的身份 他说这关乎呢 监督还有制衡 不应该有妥协 好 那么国会 西洋医院副议长 尼可敏 他昨天就说 工赏会 其实已经开始了 很多这些重大的 舞弊案的调查 以及跟进 那么还有举行听证会 如果在这个时候 把罗纳坚地 换掉的话呢 可能会拖慢 他的这个调查的进度 所以他认为说 目前呢 不是更换 罗纳坚地的最佳时刻 让他完成 所有手头上的这个工作 才由新人来接棒 这会是比较适当的 这个时机 不过安美加说 不用等了 那么我也觉得说 应该要跟 罗纳坚地 马上讲说 Thank you 拜拜 然后选出 另外一个新的人 选出来 如果要维持这个调查的 这个进度 听证会的 这个流畅度的话呢 其实罗纳坚地 他可以继续成为 这个工赏会的成员 但不是主席 况且工赏会 还有副主席 黄家和的存在 其实呢 为什么这件事情啊 现在越来越多人关注 最重要的还是回到 因为希盟在 第十四届的大选的 竞选宣言 终究承诺 委任在野党的议员呢 担任工赏会的主席 这样的一个举动呢 其实也是国会改革的一部分 那去年大选之后呢 巫统就委任了 罗纳坚地 担任了这个主席 这个职位嘛 那我们也知道 他后来就退党了 加入了土团党 不过呢 敦马当时候也坚称说 是不会撤换 这一个国会 工赏会主席这一职 并且呢 他还表示说啊 希盟的盟党呢 也同意就是让 这个罗纳坚地 继续担任这个职位 所以敦马说了这句话 就是希盟的四个党 都同意让罗纳坚地 继续担任 工赏会主席 这无形中 把希盟的其他三个党 都拖下水了 到底希盟的其他成员党 有没有受过咨询 有没有同意这项决定 其实我很怀疑 根据一些希盟领袖的 谈话跟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 是没有的 这是敦马的个人的决定 那么这个课题 希盟很明显的是处理的不好 没有在第一时间 将罗纳坚地给撤换掉 反而要等到 努辱伊萨发言之后 他辞去工赏会成员的 身份之后 才来处理 不过那个时候 已经是慢了 没错 那努辱伊萨的 这个决定跟声明的 确实也引起了 更多人的一个 关注跟讨论了 他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就有表明 反对执政党的成员 是继续担任 工赏会的主席 那他也宣布了 辞去工赏会成员 也是抗议的 同时三名在野党的成员 昨天也集体辞职 抗议并表明 不加入工赏会 直到政府 重新让在野党 出任工赏会的主席为止 那么如今 面对连串的反弹 和抗议的声音 对马终于放软 他的这个姿态 同意说 好吧 就跟罗纳坚地讲说 拜拜 那么会找一个 更适合的人选 来成为新的主席 如果早一点 选出新的主席 就没有事情了 就不会面对 这么多反对党 对你的这个抨击 以及对你的这个批评 同时呢 也不会让民众 对你的这个印象 打折扣 这是得不产事的 一个决定来的 也要请你呢 继续留守在City Plus 下一段回来 主编点新闻 带你关注其他的 焦点新闻 欢迎回到City Plus 这里是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峰 那伊斯兰党主席呢 哈迪阿旺今天早上 就立春敦马首相 不是独裁者之后呢 公正党主席安华 就讽刺伊党说 你们不必拍马屁 安华就说呢 哈迪阿旺本来就是 善风跌火的人 不是跟着自己的意见 不过对于他们来说 不是这样的 他说他们是始终如意 选择敦马 支持对方出任首相 他说伊党要拍马屁 不用啦 好 敦马呢 其实难得获得 反对党的支持 伊党的支持 会否让敦马加分呢 其实未必 只会让民众更加混淆 说到底伊党 现在的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是跟这个 巫统已经结婚了 但你们两党的 合作关系是如何呢 难道你这方面结婚 另外一方面又牵着 马哈迪的手 跟土团党眉来眼去 甚至是暗度成长 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过去几天呢 政坛出现了许多的这些议题 而这些议题呢 其实都跟 努如伊兹是有关的 首先是工赏会主席 Rona Kennedy 是否应该要辞职 努如伊兹不满 他自己先辞职 那后来他就说 自己对政治的工作 感到非常的疲惫 所以这一届呢 将是他最后一届的 换言之 他可能会退出政坛 其实他就说了 他就抛出说 敦马呢 是前独裁者 以这个身份 以这个称呼来形容敦马 就说难以跟敦马 重新的 这个一起共识 因为很难接受 敦马重新掌权 所以努如说了这么多 无心中也点了很多的 这些苗头 这些火头 那么现在这些火呢 开始燎原了 没错 那哈迪阿旺呢 今天在国会走廊呢 就是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自己主动提及 敦马面对独裁者的批评 他就说 敦马不是独裁者 他只是一个严峻的人 那他是通过呢 民主选举呢 在经由希盟呢 选他出任首相 他说不是敦马 自己委任自己的 他说最重要的就是严峻 必须要严峻地处理 插进的一些内阁的成员 他说这不是独裁者 身为领袖呢 就应该要严峻地处理 插进的内阁成员 如果把哈迪的名字拿掉 你真的以为是土团党的领袖 在发表这一番谈的话 那么敦马是不是独裁者呢 其实应该从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呢 就是敦马1.0的时候 他从1981年到2003年 担任首相23年期间 确实他是独裁者 因为那个时候 整个政治环境 整个国阵都是一党独大 国阵内部的这个制衡机制 是零 那么国会的监督机制呢 则因为敦马当年破坏体制 导致反对党难以壮大 所以在过去23年 敦马执政期间呢 都是一言堂 敦马说了就算 那么现在来到2.0的时候呢 就是从去年509改朝 换代至今呢 那么敦马就变得愿意聆听 性格开始出现的一些转变 不我倒觉得说 93岁的老人家 性格是不太会改变的 他所谓会改变呢 是因为整个环境 迫使他要去改变 因为509的情况 跟之前23年 他执政期间是很大的不同 当时是一党独大 那么来到509西盟的时候呢 就是四党平起平坐 他必须要接受不同意见 也必须要接受 这个是政治的新常态 那么我这里就举出个例子 当时他宣布内阁 重组内阁之后呢 他就提议 他本身就要兼任教育部长 那么当时就面对了 很大的一个反弹 认为说 你不应该违反这个竞选 这个西盟的竞选宣言 那么后来呢 在压力之下呢 他就把这个教育部长的职位 让出来 然后就选了另外一名 马智里来担任这个教育部长 而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最新的公葬会主席 他原本说坚持 罗纳克迪你应该继续担任 那么后来呢 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声音 反对声音 包括来自西盟内部的这个声音 那么后来他也选择妥协 让步了 不过另一方面呢 安华呢 是认同哈迪阿旺的看法了 他说马哈迪呢 确实不是独裁者 不过呢 就好像我们刚刚一开场就说的 他也促请呢 就是哈迪阿旺 不必蓄意的讨好敦马 安华有指出呢 西盟呢 并不认为啊 敦马是独裁者 为什么 因为西盟呢 是一致支持敦马呢 担任首相的 其实讨论敦马 是不是独裁者 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意义 因为不应该把所有的焦点 精力跟精神 都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现在509改超换代之后呢 我们应该把精神 精力跟时间 放在重建这一个 已经是崩溃了的这个制度 因为制度远远比人更重要 不管对方是独裁者 还是圣人 那么制度的这个完善的话呢 它将能够解决 或者是克服人性的这个弱点 比如说你的贪婪 你的这个霸权 你各种各样的这些 不好的一些坏习惯 都能够通过制度来进行调整 所以现在我们最需要的是制度 而不是花时间跟精力去讨论 到底是不是一个独裁者 还是我们期待政坛出现另外一名 圣人 这都是不切实际的 其实呢 我想呢 每个人都希望呢 马来西亚能够越变越好 谢谢你关注今天的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